有紀錄的風車公園 每次到這個晚上都去旁邊 這麼多遊客在草寶上 放風吹 不過很幾天是發現說 有一個站在外面的人 讓旁邊的路車上 一條這個風吹 等山是掛上晚上的雨傘 效果才是不大概 不過近方現在是發現說 這附近的路車 或是電池條上 這麼一種的山有夠違憾 高雄紀錄風車公園的風車 雅皮讓風吹到一直小 附近的草地上 到晚上的時候 有很多遊客來這裡放風車 不過七起山發生騎機車的人 騎經過江峰旁邊的道路時 去讓旁邊柱子上 堆落的風吹等山 掛上晚上的車 一開始又讓五以為是吃酒水的人 後來這裡知道是風吹等山最害到人 那個其實就是從這裡經過 然後我們是以為它是喝酒 結果不是是被那個 風吹線割到 這個明顯有那個刮痕 有那個線的刮痕 派出色標示 這是第一次有民眾去用風吹等山掛上的意外 不過在那風車公 風放風吹的油客很多 怕說還有一樣的意外發生 這幾天也派的人來穿 去掛在柱頂的風吹線 蠻蠻瘦的 有時候它這樣掉下來也不知道它會怎麼掛 有時候繞在樹枝上兩三圈都不用 警方表示民眾如果不把風吹耍清理 來威嚇特別人會吃上公共危險 不過十多年來民眾都在意到 旁邊風車公公來放風吹 主管單位只有在附近大廟宜 來讓民眾要收拾 不及格的管理行為 恐怕無法替代替這個地方的安全問題 今天有情如說明好 各鄉報道